從今年的一月 統計到二月中 整個六都裡面 治安最糟糕的 就是高雄市了 因為他們重大的刑案 件數是最多的 可是高雄市 他們說沒有啦 其實我們竊案 比其他六都來講 已經算是 這個案件是最少的 已經改善了很多 當然是有點 比的東西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都沒有想到 這句話才剛講出來 沒多久 高雄市今天一大早 就發生了槍擊案 而且發生的地點是 全高雄地段 算是最昂貴的 美術館的旁邊 阿扁的人文首席的樓下 來看一下今天整個狀況 那我要 要趴下 當然要趴下 對啊 那麼近的聲音 我們趴下 在草地上趴下 好 聽說我網友爆料 他說阿扁聽到槍聲 嚇死了 他以為是有人在抓他 但是大家應該開玩笑了 可是之前是台南治安不好 怎麼現在變成是高雄 好像是台南 台南 台南玩 高雄 所以你看高雄的民眾 訓練有數你知道 一般抓到的聲音 都是把自己跑的聲音 結果你剛剛看那個民眾說什麼 我趕快趴下 他立刻分辨這就是槍聲 那只有他趴下 我看到很多民眾根本還圍觀 還有一個這個婦女騎著 歐洲馬還這樣轉過去 他完全不緊張 而且他還直接 我都想說他怎麼一點都不害怕 但我真的講 如果大家有發現到 這種奇怪的聲響 真的不要靠近好不好 都開了19槍 怎麼還照騎這樣子 因為這個有時候流彈或什麼 可是你來看這個案子 確實啦 老實講 這個因為在今天早上發生在 這個大白天的你知道 現在因為拜科技之所示 大家手機都可以撞影你知道嗎 就立刻就拍下來 當然警方是講說 因為其實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是他們在偵辦一個 擬人勒索的這個案子 結果到高雄這個地方 警察的說法是說 他們看到他疑似要拔槍了 所以要去攔他那個過程當中 整個警察這樣請就這樣拿出來 結果開了19槍 我也老實講 就是說你今天開槍 或者你要去找 要抓這個人 你是要抓到他之後 棄補歸案之後 把案情給釐清 問題是因為開了太多槍了 所以一個嫌犯其實中彈不治 就後來死掉了 另外還有三個共犯在逃 不過因為他整個那個狀況 說實話 因為你旁邊也沒有什麼交管 或什麼 可能也因為緊急 非常混亂 結果民眾有的不知道的 說真的騎手機 他跟安全帽戴著他聽不懂 該不會是高雄的市民 真的很習慣聽槍聲了吧 可能有人以為在拍戲吧 結果你就可以看到 還有這個手機 就這樣過去 然後旁邊還有目擊民眾 說真的目擊民眾 你們也太多了吧 我跟你講 這張照片是看不出距離 他們其實就直接 站在那台車的旁邊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這真的還滿危險的 而且他們都親眼目睹 那個人送上救護車的過程 對 我跟你講 我說警方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警方也很危險 因為說真的 嫌犯他真的也是 如果他真的也有開槍 拿著槍真的要打 所以我講就是說 可能在當時的判斷之下 警方認為說 我一定要開槍去制止他 否則我沒有辦法 把這件事情給結束 但問題是 高雄市的整體狀況來講 最近這一段時間好像槍擊一樣 還滿多的你知道 從了今天早上的話 我們這邊幫大家做了一點點 小小時序的整理 從2020年去去年的10月 當時有一個男子 他是怎樣 為了4千塊 為了4千塊 4千塊 對於朋友 大腿開槍你知道嗎 那時候警察就要去抓他 結果後來發現他在鳳山 老實講 就是這個槍 我不知道台灣這麼好買這樣 大家清採都有一支槍你知道嗎 就有網友今天就講說 高雄是不是路上都可以撿到槍 可能他沒有路上撿到 可能都藏得好好的這樣 結果這個男子 當時警方去的時候 他就自己開槍 就結束自己的生命 然後我們也講 這些行為都是不對不好的 可是包含到2020年11月 這個講說真的有罰罕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其實是有一個民宅 他那個時候被人家開槍 那後來警方去的時候 有發現到那個鋼桌或什麼 但重點是什麼 我們以前都說 你孩子如果要開槍 要怎樣 絕對不要在警察局旁邊開 你等於是在警察局旁邊 是叫做挑釁你知道 太歲 太歲頭上洞口 你說這個 結果我跟你講 這個當時發生槍擊案 旁邊三百公尺就有警察局 三百公尺 我就是說警察覺得很沒面子 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在別的地方開 我沒有在怕你 對 那表示什麼 開槍完全不怕 我才不相信他 不知道旁邊有警察局 你知道我們現在警察局 那個LOGO都很大你知道 那個盾牌這樣散散散散 放在那個地方 二十四小都不會關的 所以他居然就在這個地方開槍 而且你看十月 十月 一月一起 2020年12月 每隔一個月有一次 那時候也是通緝犯 那個時候他們警察也是去追他 結果開了11槍 那當然通緝犯後來也是生亡 我印象中在那個案子裡面 我要補充一下 我們是因為版面不夠 不是只有這三個 大家把手機拿起來 我們來搜尋一下高雄市槍擊案 一拖拉庫 最近還有幾個月 但是我們版面太多擠不下 所以我們是選擇列了三個這樣 還有一個是我們也不希望 這種事情被大家覺得說 這樣做的是好事 你知道嗎 都壞事 我們要引二陽散 但問題是你看 警政署的統計 這個不能夠引起來你知道 警政署統計說2021年的 一到二月 就是兩個月裡面 六都總共發生58件的重大型案 其中高雄有17件排名第一 重大型案裡面其實包含槍擊 包含一堆這個什麼 魯人都什麼 那其實都算你知道 結果同期的暴力犯罪的破獲率 事實上2020年超過160% 然後2021年是跌到5成8 這個其實如果從數字上面來看 我說真的 治安其實對縣市所長來講 都很重要 尤其你高雄市警局的局長 黃明昭 人家說你 才剛上任 警官上任 應該都要有三把火對不對 蘇貞昌要出來解釋 他用的人 結果他的三把火 他說他是拿來解釋什麼 他說沒有 你們都錯了 其實你的重大型案 我們都有破了 你們認為說破獲率下降 是因為破的有去年的案子 上一個局長 所以他說我會再努力 但問題是也有民眾會質疑講說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看2月22號更近的 不是有一個網紅直播主嗎 結果也被人家砍 而且當街砍 後來還接受訪問 所以我就講 我最後有一個問題 這一個時期我比較少看到人家 統計1月到2月中 跟去年同期相比 好像比較少 1.5個月 這個數字出來 是特別要給陳其邁難看 我跟你講 因為有很多縣市警察局長 都剛上任 剛上任之後 大家會注意這種所謂的治安 我會講真的 你說剛上任說什麼 大家會覺得說 你還在熟悉的狀態之中 但問題是你們放這張 我說真的 這張到現在都沒說 你說王來 可能告你吃王來 但也沒有關係 那是不是就是鳳梨吃太多 有些人就不喜歡吃鳳梨 也是擔心太旺你知道嗎 怕他17件還不夠 17件還沒有統計這個 這個加進去18 這個還沒有 因為當時還沒有進 所以我還是這樣講 對於高雄民眾來講 他一定希望安心 什麼人聽到聲音就趕快打聲 這如果說真的 我說那一路的 黃明昌應該感覺難過你知道嗎 大家聽到趕快打下去 那表示什麼 可能就像你講 大家都知道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SanQ哥 陳柏惟 最近有一個所謂的 民進黨的民調出來 可是同一份民調各自解讀 各自有不同的說法 有的媒體他認為說 SanQ哥放心 支持他的人很多 但是有另外一派報紙告訴大家說 按照這個民調來看 這個如果現在就投票的話 他就一定會被罷掉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先來講 這個民調 怎麼會這麼早就跑出來 你知道如果一路要罷免 照著順序順順的跑的話 大概要到8月 你現在3月1號就公布 我們2月內部有民調 還差半年 你為什麼這麼早公布 2022都沒那麼認真 對啊 你當初黃捷 或者是說王浩宇的時候 你都沒這麼認真 好啦 那我們講 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說法 第一個 自由時報說 整體民眾不贊成罷免 那個4成8 比贊成罷免還多1成3 所以沒有問題 陳柏惟不會被罷免 但蘋果日報就說沒有 綠營內部民調說他仇恨值太高 因為一定會出來投票的那群人 贊成的罷免高於不贊成罷免 如果說一藍一綠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兩個都綠的 解讀差這麼多 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 蘋果日報還引述綠營內部人士 他說如果明天就投票 陳柏惟就被罷免掉了 那你看這個民調 到底要怎麼自圓其說 當然有人說什麼 因為罷免案全國關注度高 所以大家願意自然出來 怎麼樣... 好 民進黨高層也說 這個報復性罷免的正當性不足 但羅志強就講 他說如果3Q就是 罷免陳柏惟的支持度那麼低 那幹嘛要做這個民調 是好奇看看 做一份民調也要8 9 10來萬 就是如果他不是個誓 你幹嘛把它當回誓 但問題就是 陳柏惟真的很有誓 就是你想說真的沒事的狀況下 陳柏惟又直學 你看他講得了不得 他說駭客如果發動國家級力量 攻擊台灣冷電供應 台灣方面如何因應 陳時中直接講 不好意思 冷電系統 是建置在醫療機構中 是公病系統 他雖然是台派 可是他好像很看不起台灣的資安 我們這樣講 連陳時中都比你懂資安 冷電是封閉系統 你要怎麼攻擊 但我還沒玩 我跟你講 還是他以前拍片 所以他對電影情節 比較有想像力 他可能以為有不可能的任務 那個團隊要來攻擊台灣 我跟你講 他原始的資訊就讀錯了 原始的資訊是說 海爾生物冷凍公司 有人冒充他們名字 來釣魚 要針對所有有在整個疫苗運送 相關的公司來攻擊 那結果他一問 變成台灣冷電工藝 你知道他根本都搞錯 因為他裡面舉的例子 有歐盟的關稅主管 有德國跟南韓的科技公司 結果不是他講錯 他講錯 中文不好 英文可能也有問題 可能他的幕僚也看 路透社的那個消息 沒有看得很完整 所以你如果看完整個過程 你會發現蘇文昌說 你是說什麼 他從頭到尾都搞不懂 但如果各位去看這個詞詢 你會發現你也搞不懂 好 最近有個新聞 大媽他嗆警察 警察就壓大媽 結果這個警察被打輸了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